новый quarter one Теперь trailer There's no pressure on all the lights available услx lingacie 你有 Iron moment いや、很快 cómo就是hardOOK combined business 是准て Haven 他只給他 üzerine 23種本地確診 重慶新一波疫情 第一次出現確診 内地天气转冷 加上煤炭供应紧张 中一表明会将煤电供应 恢复到正常水平 三小一间学校 有老师调查学生的家庭背景 更加让学生分造11个类别 结果引来批评 欢迎收看有线中国组 爱良思齐 内地今轮疫情持续扩散 波及十几个省市 重庆更是第一次出现确诊 另外四川有患者 去过多个中高风险地区出差 范范据住地之后 未有向当局申报 汪春康报道 内地星期二新增93宗新型肺炎本地确诊 其中重庆有4宗 是这一轮疫情首次录得确诊 四川城都亦有一宗 那个患者过去两个星期 去过银村、兰州等4个地方出差 其后再到重庆和朋友用餐 不过他回到成都之后 并没有申报行程 最终他和重庆的朋友 两个人先后确诊 他承认自己有疏忽 另外河北和甘肃各有14宗确诊 北京昌平区再多9宗 内蒙古6宗、青海4宗 江西、云南、宁夏都有2宗 相信都是和早前的指驾游群组有关 目前相关个案达到426宗 波及到13个省市 至于黑龙江疫情也都持续 新增35宗确诊 全部来自黑河市 当地51个小区实施封闭管理 当地即日起关闭所有经营场所 并向居民配给生活必需品 在夏宇宾 有居民就因为小区封闭 用床单绑住宠物狗 从几层楼高的单位 钓到地面放狗 有网民就认为做法有创意 但也有人斥责狗主 罔顾宠物安全 有先电视记者黄秦汉报道 商务部日前印发通知 鼓励市民储存一定数量的必需品 结果江苏常州一大批市民 去到超市抢救粮食 网上影片见到 有人买了大批的蔬菜、粮食、油 和瓶装水等的生活必需品 收银署都大排长龙 有当地的民众表示 排了两个钟才给到钱 当地星期二新增三宗新型肺炎本地确诊 加上商务部日前呼吁民众储粮 引发当地出现抢救潮 当地的商务部表示 超市和街市供应正常 呼吁市民理性救物 不用过于紧张 内地即将入冬 副总理韩正表示 要尽快将煤电企业的发电能力 恢复到正常水平 确保民众温暖过冬 在供电紧张的情况之下 有官媒发文强调 中国不会因此重新大规模发展煤电 要确保按时完成 碳达风和碳中和目标 有好云报道 中央气象台表示 受到寒潮影响 内地多个地方会在星期四开始转粮 其中新疆阿勒泰已经大范围持续落雪 部分地方的积雪口达8厘米 街上有数雪机不停清理积雪 工业部门就上调供暖指数 并且延长供热时间 在天气转粮加上煤炭供应紧张之下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星期二到了国家电网公司调研 强调要多渠道增加电煤 以及天然气供应 尽快将煤电企业的发电能力 恢复到正常水平 并且促进非计划停运的 发电机组常态化运行 确保能源安全供应 民众温暖过冬 对于外国有评论担心 中国会因为缺电而重新大规模发展煤电 官媒经济日报星期三在头版发文 指今次煤炭供应紧张的背后原因 是低炭转型操资过急 只要有罪推进 就能够保障能源稳定安全供应 强调逐步减少使用煤炭 是全球大势所趋 中国不会减慢低炭 商务部日前印发通知 鼓励市民储存一定数量的必需品 结果江苏常周一大批市民 去到超市抢购粮食 网上影片见到 有人买了大批的蔬菜、粮食、油 和瓶装水等的生活必需品 收银署都大排长龙 有当地的民众表示 排了两个钟才给到钱 当地星期二新增三宗新型肺炎本地确诊 加上商务部日前呼吁民众储粮 引发当地出现抢购潮 当地的商务部表示 超市和街市供应正常 呼吁市民来胜救物 不用过于紧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